我是香港花式滾座溜冰運動員蔡永宜 我從六歲開始接觸花式滾座溜冰 其實是爸爸帶我來試的 因為他覺得我經常病 應該去做多些運動 家附近有個滾滾牆 他就帶我來試試 其實一開始我是不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很危險 會跌 然後我接觸的時候 發現原來這個運動是很漂亮 可以穿領裙 又可以化妝 我小時候有一個很貪美的小朋友 所以我就被這個運動迷住了 還有爸爸媽媽沒有要求我一定要有多厲害 或者多努力 所以我沒有壓力之下 我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一直跟著其他小朋友玩 就玩到現在 玩這個運動對我的改變其實都很大 因為我小時候是一個很小膽 什麼都不願意試 什麼都說不好的小朋友 一開始是因為覺得很貪美 但是去到中後期 就會覺得我已經贏了香港第一 我好像要代表這個運動 我好像需要變得更加厲害 所以我就很努力去練習 我不想別人看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不夠厲害而少看我們這個運動 再後期一點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個運動其實真的很少人玩 又沒有人去推廣 好像有一個使命感 好像不是我去做 就沒有人去做 我們每一個動作都要練很多很多很多 要經歷很多次的失敗 要跌倒很多次 如果我是很容易放棄的話 其實我是不可能會練到的 我從2012年開始就沒有教練 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每年都會去幾次台灣去訓練 甚至乎有些在Fraining Camp 是挺一些世界冠軍級的教練 來到的時候我就會加入 我也有參加一些流冰的訓練 就是珍雪滑冰 我就將我在很多方面學到的技巧 嘗試自己去整合 去自己訓練的時候用 有時候香港不派對的比賽 可能是一年一次的細錦賽 但是我會覺得每一年的細錦賽 是我出去和外面的技術 做接觸交流的時間 如果我不去的話 我就會落後了別人很多 那些比賽就要全自費 所以就一定要平時上班 賺多些錢 然後比賽才可以去到 我在香港冠軍 但是我出去和別人比 我是可能30名以後的選手 我就覺得我這麼差 我反而是想帶香港人的人格 過去給他們 讓他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讓他們覺得我們很友善 我們是很願意和外面去接觸 我有一個使命感 所以我現在不會說想放棄 因為我覺得後面的小朋友 是需要有一個讓望的對象 我不一定會成為他的偶像 但是如果前面有人在走這條路 這條路是會容易走很多 所以我就會繼續留在這個運動裡 並不願意見到 那你把他給我 你就會不會走很多 加を守る 每次都在去